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节目中咱们曾经比喻过一个概念 说这个十二 我们讲一三五七九十二 十二顶了天了 十二为什么后来 咱一开始咱没说 我印象中十二 我说说不清楚为什么 现在明白了 十二是顶了天了 子丑尹某高过天地人 子丑尹某在先 天地人在后 那子丑尹某是什么 子丑尹某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三纪 非常有可能 因为开天 天开于子 子时 对不对 辟地 地辟于丑时 人生于银 秦生于银 兽生于银 西游记 开篇 有人说你拿西游记开玩笑 普世的东西 最大的东西 普世的东西 最大的东西 对所有人有着起物的东西 一定是哪些 让哪些 连文化都没有 不要谈文化 不要谈知识 一个你写自己的名字 都很费劲的人 但他能听得懂的东西 咱解释过 这个周文王找了江子牙 江子牙是做了一个梦 梦里出了一只飞熊 那熊带着翅膀的 江子牙就叫飞熊 江飞熊 做完梦之后呢 他跟这个辣医生去找这个江子牙 就找这个人 听见了山歌 唱山歌的 乔夫 哎呀 这是神仙 神仙在这呢 说不是 神仙 我不是 就一糟了头子 没事说唱这首歌就行 能够解疲劳 还就一牛脸 到了碧溪那儿 人家那儿唱鱼歌的 这一定在这里呢 不是 那一老头 多少年了 能跟棍在那儿促着 他教的 说我们呆着太烦 教手歌 这个人找上吧 然后江子牙还不见 整了三回 他也是整了三回 其实我后来以为 像三顾茅楼 三顾茅楼 为什么三次 找江子牙也三次 天 地 人 天 地 人 你拜结婚 拜天 敬地 拜父母 拜人 对不对 所有你对天对地的 中国人讲究的 都是这 但你天地人的一切 都在子丑淫谋之下 你可别说我算命啊 这个咱们就 讲故事 北京胡同 天热了 讲故事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真正的东西 就是在民间 他都是 书里讲 都是以儿歌的方式出现 西游记 共产党说了神话故事 为什么 共产党没能力 把西游记毁了 他没有能力 没能力 把四大名著毁了 他毁了个金平梅 自个儿偷偷往里看 然后推出个 这个红楼梦 红楼梦讲的隐喻一点 金平梅直接了当 所以共产党渗透的是淫荡 就是他其实是 真正的共产党 就是金平梅的实践者 让全国人全国人民 成为金平梅的 真正的实践者 这是共产党的品质 马上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日本跟随美国 宣布将电信业 纳入外资持股限制清淡 这是在川普来到日本 进行正式访问期间 日本拿出东西 在有关封杀华为问题 澳大利亚跟新西兰是最早 然后在去年12月份 孟晚舟出事之后 日本毫不含蓄的 一点都不含糊 一点没打磕本 封杀华为 华为的5G 他没有任何讨论 非常简单 非常直接了当 其实是因为 同在东亚地区 日本人对共产党 能够理解的太深刻了 日本的文化 日本民族的精神 日本国的那种干净之程度 那种 人们遵守人的 这道德表面 起码是表面的道德理念 惊叹着整个世人 环境中 对吧 中国人到那去 除了破坏 就是破坏 就是再破坏 对那个环境 但是呢 大家谁都认可 说日本人不得了 上亿的人 居住在那么狭小的地方 你看不到拥挤的概念 和杂乱的概念 中国人多 所以不好管 那是胡说骗子的话 人多人少 如果个个都是一个 懂得人之尊严 懂得尊重别人的 那是一个真正 你看到是一个 敬雅 高洁敬雅 令人羡慕的环境 即川普危害国家安全的 外国企业部多 进入美国电信领域之后 日本政府星期一宣布 凡涉及日本信息技术 就IT行业和电讯行业 都列入针对 外国资本持股的限制清单 是由日本的财务省 经济产业省和总务省 多个部门的决定 没有点名具体国家或公司 但强调此举力求阻止 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技术的泄露 以及强化网络安全 跟上头是一样的 跟美国人干的是完全一样的 路透社 8月1号实施 涉及到20个领域 它可能会涉及到 很多中共用钱 对吧 比如说刘鹤印钱 印完钱到日本那去买它很多 比如说跟电信有关系 跟网络有关系 跟手机有关系 去买它的 买它的这个很多公司 对吧 我这头印完钱 那头买你公司 买完之后 我是大老板 那我就有权参与 公司的产品制造 产品制作 安全 参与一切 我这公司是我的 日本人现在给你咔嚓了 拿个剪子 突一剪 剪了 我没说剪谁 对吧 但所有人都知道 他剪的是谁 任正非 这个德国之声挺逗 从银者到出镜红人 任正非媒体公关 我昨天在另外节目中说 我说 习近平赶快喊任正非回家吃饭吧 赶快喊任正非回家吃饭 你知道小时候我们在浮游街 一到晚上六七点钟的时候 妈是就喊 儿子在哪呢 回家吃饭了 都是妈喊儿子回家吃饭了 为什么 那孩子小 不知道天高地厚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的真实的一面 只知道自己随地撒叫 随地拉屎 随地又哭又闹 所以我说 习近平你赶快给他喊回家吃饭得了 别闹了 别闹了 贸易战不断升级 华为处境越来越难 很少露面的任正非一反常态 近半年来 俨然成为中外媒体的常客 这爷们往外冲啊 昨天法国媒体说 在贸易战打到如此残酷的情况下 在华为被逼到死路上的时候 全中国 全共产党 全中共国 只有一个人站在舞台的中央 他叫任正非 然后他提到说 如果我们发展速度缓慢的话 是因为机翼千疮百孔 所以我们的飞机速度变慢了 他们的公司却在不断的加速 那差距肯定会不断缩小 那我们持续不漏洞 所以我们将会如虎添翼 一个谷歌 当他限制向你提供安卓系统的时候 所有人都跟你拜拜了 然后你说 我跟我的 设计师说 咱飞机上有点漏洞 你拿门弄个纸的脆口 你给我沾沾就行了 我觉得从评论 从哪个角度来讲 就没办法讲了 说我们偷美国未来的技术 美国的技术 尚未开发出来 我怎么偷 多鸡贼 多聪明啊 我跟你说 聪明人都死光了 就让他一个人正非一个人了 说我们偷了美国未来的技术 那孩子刚生 你们家孩子生的时候 他就这么大 是不是 偷完孩子给养大了 不就这点事吗 那当然了 你厉害 你可以给你女儿娶个小妈 对吧 你说 孟晚舟管你现在的媳妇叫妈的时候 他怎么叫 他叫不叫妈 还是小张 小李 还是小三 你也有本事 对不对 那 所以你说出这种话 偷美国未来的技术 我怎么偷啊 听起来有道理吧 你偷的是孩子 牛脸说养大了 说是你的 至于检验DNA 现在不能检 不能随便检 在中国社会检验了DNA 给妈出难题 为什么 那妈找不着这爹是谁 现在叫母系社会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